為了防止假農民的弊端 農業部是要求各地農會 要清查農保保護 但卻具有工商登記的負責人身份 如果不符合農保資格的話 就必須要退保 但是有不少南投的農民就表示 已經沒有經營的事實 但是因故沒有撤銷工商登記 如果這樣子就失去農保資格的話 也擔心全議會受到影響 羅先生今年七十五歲 在南投埔裡開了間昆蟲館 還在果園種了些果樹 讓民眾免費參觀 但竟然卻收到通知 昆蟲館有盈利的事實 不符合農保規定 繳了四十多年的農保資格 可能不保 而這位陳女士 自己原本是栽種木瓜 三十年前因為丈夫離世 接下了這間雜貨店貼補家用 但卻被認定有盈利行為 可能也影響到三十多年的農保資格 根據檢察院今年的資料 全國專業及經驗農民的人數大約五十多萬人 但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卻高達一百四十多萬人 為了杜絕不服農保資格的亂象 審計部要求農業部清查 農保保護但卻具有工商登記負責人的身份 但不少農民表示 自己已經沒有經營的事實 但卻因故沒有撤銷工商登記 擔心農保權益受損 農業部表示 如果農民有自營的工作 就得加入勞保 而如果還有務農的事實 辦理卸業登記後 就可以續保農保 年資和權益就不受影響 但農保、勞保只能夠擇一 記者林健身 彭煥群 南投報導